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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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Nancy 今天的影片呢 是Get Ready With Me 那因为我之前 问大家想看什么影片的时候 很多人说我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跟大家分享我最近 爱用的彩妆 还有我最近比较平常 最常化的妆用的是哪些东西 然後呢我覺得很surprise的是 其實我最近愛用的彩妝通通都是開架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說我最近的妝那個修容的 陰影的部分都會比較明顯一點 這些開架的商品也都是我最近用了覺得非常喜歡的 所以應該就是愛用開架的美日妝容 今天包含一些刷具也都是開架的品牌 所以也會跟大家分享一些我覺得很值得入手的開架刷具 大家想看這個妝容就繼續往下看吧 底妝的部分呢我今天用的是Maebelle的Fit Me這個系列 然後這個系列其實它在還沒有進台灣之前 它就在國外賣的非常好 然後很多國外的Youtuber評價也蠻好的 然後它其實主打就是遮瑕毛孔的效果很好 然後它是比較偏霧面的妝感 中間的部分會用比較淺的顏色 顏色是125 然後兩邊我會用230 那我喜歡這個粉底液的其中一個部分呢 就是它的顏色色選很多 然後它除了顏色色選很多之外 它的色調也分得很細 很容易可以找到完全符合自己膚色的粉底 但上妝的部分我都是習慣用Beauty Blender 然後記得要用Beauty Blender之前要加水 讓它就是整個膨起來 臉跟拍的方式去做上妝 妝就可以非常的服貼 我的臉其實沒有很黑 我是身體比較黑 所以我待會就是兩側的部分 就會再用比較深的顏色 去跟身體的色差的部分補足 但是呢又不會讓整張臉感覺變得很暗 這個粉底液以質地來說我蠻喜歡 但是它有一個我不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的口是直接像這樣玻璃瓶用倒 不小心倒太多 就是我覺得它如果是可以用擠壓的會比較好一些 比較深的顏色我就會把它點在邊邊的地方 讓臉跟身體的色差不會太多 這一款粉底液 我覺得它的質地用起來跟YSL的那個霧面的粉底其實蠻像 通常保養品或是底妝我都是用專櫃品牌居多 然後這一款純粹是因為它在國外的那個review真的太好 所以我才想說來試試看 結果沒想到試了真的覺得妝感是蠻喜歡的 會讓你的毛孔真的變得很不明顯 然後它的妝感是透的 因為它其實遮瑕力沒有到很高 你需要遮瑕力再高一點 你可能就要自己再多疊擦幾層 或是用遮瑕膏 遮瑕膏的部分呢 我用的是Colourpop Indian 30 這一款遮瑕膏的好處是 它是比較便宜的 然後它不乾 然後又很便宜 再來眉毛的部分呢 我用的是Nyx的Micro Brow Pencil 然後這一支我很喜歡是因為它是雙頭的設計 然後它的那個筆是非常非常非常細的 如果你想要就是再更進階一點 想要畫出那種一根一根的毛流 這一支也可以達到 它另外一頭啊也有一個那個眉刷 所以呢就是你畫完之後可以用眉刷 再稍微刷一下就會讓你的眉型變得比較自然 再來呢我最近非常的迷戀用各式各樣的修容 然後呢我最近買的一個修容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 是ELF這個牌子 然後這個其實是美國藥妝店非常非常便宜的牌子 它打開裡面是有一個修容跟一個腮紅 修容的顏色我很喜歡 質地我也很喜歡 因為它上出來的顏色是非常自然的 然後我用的這個刷子我也覺得很喜歡 這個刷子也是國外的一個藥妝品牌 叫ECOTOOLS 然後它的毛非常非常的軟 但是它價格很便宜 這一支可能也是大概兩三百塊而已 我買了一支這個修容刷跟這個打亮刷之後 我就愛上了 然後我就再去買了更多 其實我最近還沒有收到 只是上一點顏色已經看到這邊有一個陰影的線條 大概其實修容的部位就是你把你的嘴巴 出起來之後這邊會凹進去 這個位置就是你要修的地方 很多人在選修容跟打亮的時候 其實膚色色調接近其實是很重要的 這個的顏色跟我的膚色色調一樣都是比較偏暖色系 然後它沒有到太黑 所以不會很明顯就說 你修容的修得很誇張這樣 所以它算是一個蠻自然的 待會兒顴骨這邊再打亮之後 整個臉就會變得非常的立體 想要再去多買幾塊 它們家的那個修容跟腮紅 這支修容刷我也覺得它很好用 是因為它的抓粉力是剛剛好的 它不會讓你一下手就變得很誇張 先順著往下去把它均勻的推開 然後可能下二線這邊可以這樣子勾一下 勾一下 勾它的那個陰影出來就好 用殘餘的粉 把它這個邊界的地方稍微模糊 臉就會立刻變得立體很多 這個腮紅的顏色我自己也很喜歡 因為它帶有很細很細的亮粉 然後會讓你的臉有一個光澤感 然後我自己覺得它的質地跟妝感 其實很像NARS的Orgasm 就是它賣最好的高潮腮紅 只是高潮腮紅再更珊瑚色一點 然後這一塊是比較淺一點的顏色 但是我覺得它的妝感是 我最近還蠻喜歡的 我會先畫鼻影跟打亮的部分 然後鼻影我用的是Can Make 然後這邊一半被我 我畫鼻影用的是像這種 斜角刷 然後它前面的毛是屬於比較 鬆的 就是它的抓粉力沒有這麼的好 那所以就比較不會說畫出那種 明顯讓人家看出 你有畫鼻影的那種鼻影 就是我很怕 在畫鼻影的時候 就是我會先從眉毛這邊 順著畫下來 就是會把它鼻子稍微偏一點 然後順著這個骨頭 把那個顏色慢慢的堆疊上去 鼻子打亮的部分我喜歡 Maybelline的Master Strobing Stick 高狀的 然後呢它的顏色呢不會很白 所以呢你把它用來打鼻子這邊的鼻影的時候 它會讓你的那種 鼻頭有一個亮亮的光澤感 可是呢又不會很假 顴骨上方這邊的打亮 我是用同樣這一塊 Can Make的這一塊 然後用扇形的這種刷子 去打亮 然後打的部位呢 就是在顴骨上方這個位子 到旁邊的這個三角形 然後鼻子也可以稍微帶一下 剛剛的那個鼻影的部分啊 我也會上一些些在下巴的中間 嘴唇下方這裡 會讓你的嘴唇看起來嘟嘟的 然後上方就用指頭這樣打亮 一部定妝的部分我用的是 Nix的 Hydra Touch 這一塊粉餅 算是蠻保濕的一塊粉餅 但是它有一個壞處就是 你刷它會發現它掉粉掉很多 就是有時候比較便宜的那種粉 它可能壓的沒有很好 就會比較容易有這個問題 但是呢但是它的定妝效果 跟質地來說我是覺得還不錯 那我自己習慣是用刷子來做定妝 那我現在用的這個刷子是 也是國外一個品牌叫Real Technique 他們的刷子也是便宜又好用 然後毛也非常的軟 非常非常推薦給大家買他們的刷 一路眼妝的部分 然後眼妝呢 我之前其實買了Colourpop的眼影 我自己非常的喜歡 一個就是比較偏大地金屬色鮮 然後一個是比較今年比較流行的橘紅色系 那我最近最常用的顏色呢 其實是這個 I think I love you 這一個palette 裡面的這個霧面的顏色 首先呢我就會先用這邊這個霧面的咖啡 然後呢大面積的畫在整個眼窩內部 這個顏色我自己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一個打底色 因為它會立刻讓你的眼窩看起來變得很深邃 我搭配用的刷子也是Real Technique的 然後這一支刷子我也覺得非常好用 它是一支非常好用的暈染刷 再來呢我會用旁邊這個帶一點古銅金的顏色 然後拿扁的刷子 顏色就是它帶有一點金色的亮粉 然後你會發現說Colourpop的眼影啊 它都非常好上色 就是它上上去之後會有很美的一個金屬光澤感 然後它的亮粉不是那種顆粒非常大的那種 但是呢會讓你的臉眼睛就是有一個很美的光澤感 拿一個比較金屬色調的咖啡色 然後用這種比較圓錐型的刷子 加強在眼尾的部分 所以一樣下眼影也是同樣用這個比較深的顏色 畫在眼尾到眼中三分之一的位置 眼頭的部分呢就是用剛剛比較大面積底色的這個金色 稍微很快的帶過一點點 再看起來顏色就是比較快撞 所以我們要再拿回剛剛的這個比較鬆的刷子 來做一個暈染 那我在暈染的時候我是用畫圓的方式 從眼尾往眼中間去暈染 這樣子的話你就會把這個深的顏色呢 暈在我們的眼窩的位置 剛剛最先的這個打底色 從這個邊線的地方快速的帶過一次 就這個的作用呢就是會讓你所有的眼影的顏色都完美的混合在一起 不會有那些尷尬的線條 通常這時候就用Beauty Blender上面的魚粉 稍微用點的方式 就可以把那個髒的地方清乾淨 眼線的部分呢我用的是Mabelin的這一支眼線膠筆 那這一支眼線膠筆呢跟我很喜歡的植村秀 有異曲同工之妙 質地稍微比植村秀乾一些些 以彩妝初學者來說 植村秀那一支會更好駕馭 因為它的粗細度是完全剛好一筆就可以畫好內眼線 價錢來說我覺得這支也還算是好駕馭 我通常眼尾呢我就是順著眼睛的線條 不會勾太多 如果要勾眼線我會選擇用眼線液 毛膏的部分我要大力的讚賞這一支Mabelin的睫毛膏 因為我非常喜歡它的刷頭 因為它的刷頭是像梳子一樣的 然後呢給大家看 刷的根根分明 因為這個都是我才刷一層就是這樣爆炸的效果 再來呢眼尾的部分呢我會稍微用眼線液有做一點點的上揚 然後呢我用的也是Mabelin他們的hyper tight liner 它的特別點就是它有做一個這個斜角 原本我自己很愛用的是這個小金蓋 然後新的是這個斜角 那它的斜角其實是應該是要讓你更好控制 但是我自己是覺得差不多 就是我覺得它跟一般的眼線液 好控制的效果覺得差不多 所以我眼線通常沒有上揚的很長或很誇張 就是稍微往上勾一些些 好那希望大家今天有挑選了幾個你自己覺得會很實用的一些開架彩 進入你的愛用清單 那我們今天的彩妝教學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